繼續回來講 剛剛我們講到在新科技新時代的挑戰會議將來打 然後我們講到一個點 剛剛沒有太多深入的就是形式和實質上的事情 實質不變的時候 怎麼能夠讓你形式變得更積極 能夠讓別人用別人的運動的話 講別人不懂的事情 像他們傳講的可以 那我們繼續來講一個 從另外一個例子或者另外一段信息來強化這個信息 就是概念 我先舉一個例子 從一個改變了形也改變了實質的反面的例子來講 從古今後開始講起 1807年馬里遜進入到中國之後 我們剛才講過 的確在初期間段它非常難進入到大陸來創飛 很難進入到反而來創飛 當然在那個時間段 立現在的澳門 就當年馬里遜在的地方 開車不到兩個小時的地方出生了 因為年輕人有一個客家 這個年輕人從小就非常聰明 也很好學 他在18歲的時候就用開自己的私塾 去教課 這個人因為很好學 然後很聰明 鄉里面的人就覺得 一定是一個可以關注要求 考上這個監管題名的人 他自己也在他的年輕的前半段 竟然去考科學 去考院議院士 第一次去考 失敗 第二次去考 還有失敗 那第二次考試失敗的時候呢 一開考場 他在路上逼得到國家 逼避寡荒的上面 有個美國的學校士 就塞了一個我們今天叫做 福音單張的東西 一堂 那個不是一個單張 就是一個小冊子 他當時心情很低落呢 拿了也沒扔掉 就似乎之高的 就放到一邊走 那接下來呢 他又花了六年的時間 六年的時間 再準備考試 第三次去考 結果怎麼樣 失敗 還是失敗 對吧 他以為他這個 他其實從第一次考到第三次結束呢 也是十年某一見 前面後十年的時間 還是滿善無名 那這次的打擊對他尤其的大 他就過傳差不多四十天左右 某一見 那據說在這個關當中呢 他就見到一個意象 什麼意象呢 一個白髮老爺爺 賜給他精英和寶劍 要他們剷除世上的妖魔鬼怪 那這個老爺爺 身邊上了一個中年男子 也賜給他去命 去除掉世上的一個罪名 你們知道我說得挺好 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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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完全沒有懂這個意象 然後他再努力一點點 又第四次去考 第四次考 他還是沒考上 這個禮拜禮戰 情家旦城的這個動力實在很大 因為當時通過科技翻身的動作 是在每一個中文心目當中的復聯夢 你怎麼成為乾底下 多大體 你怎麼能夠翻身成為大官呢 都考考 可能就過了 那紅色 為什麼大家都很熟悉 他幹過一些什麼事情 你們覺得這個是大名鼎鼎鼎為寶劍的 他跟內閣前身叫什麼 壞山壁教 壞山壁教怎麼建起來 第四次考試沒成功呢 玉玉管他又快得憂鬱獎 所以他的這個表兄 李靜芳就跑到家裡面來安慰他的表弟 紅色 那在來到紅色拳家裡面的時候 就發現這個蘇丹和有本書 《國師的四中五經》 上面的《嵌室年源》 楊巴寫的那個《嵌室年源》 跟那個福音長當家 他就拿開看 看看能覺得這個內容非常的異議非凡 但是狗立紅色拳 紅色拳看看以後 兩個在一正感情 有點激動一下 就彼此 彼此覺知 然後彼此也休息 哈哈哈哈 兩個互相喜歡以後 覺得這個東西這麼好的東西 可能就做我們兩個分享了對吧 基本上就要跟他們一起談談 他把《嵌室年》叫過來 把弟弟這個《宏室年》也叫過來 把這個《宏室年》也叫過來 把《宏室年》也叫過來 跟他們講 這個事情講完之後 大家覺得 應該這樣幹 你要做一個實際的動作 就出去把他們四十五年的孔子排位把他砸 把桶子排位砸了之後 大家 但下一個人就不開心了 就把他們趕走 趕走的時候呢 這幾天到來的時候 大家很熟悉 出自《聖經》 就是《徒嵌室年》的《四十五年》 先知在自己的家鄉 我就說 錯了 所以他走了 走了之後呢 他們跑哪兒去 他們跑到廣州進行會的一個宣教室那兒 想跟他學習 就是基督教的東西 那一個宣教室 接觸這兩個 我們宣教的工作室之後 我們發現 他們倆的信仰不蠢 我們今天神學人的話說 可能沒有全職護照 哈哈哈哈 還有 現在我們重申 也很輕一點 反正他直接跟他們說 你們都在這兒下好時間 我們看出來你會幸福 那《徒嵌宣》就離開 那《徒嵌宣》就離開了 留了兩個月的時間 就在旁邊觀察 記得宣教室在做些什麼動作 做些什麼表面的工作 就跟他學 學了兩個月之後呢 就離開 離開寫了四本書 自己躲在家裡面寫了四本書 一本叫做《白正歌》 差不多是說 中國人能夠修稱 人性治國平天下的道 基本就是這樣子 然後下面一本叫做 《原道救世歌》 差不多說 從龐魯到三代明君呢 其實都敬拜上帝 姚順宇就是敬拜上帝 然後《原道行事訓》 指責社會問題諸多 關注社會問題的 然後最後可能是《原道絕世訓》 差不多說 只有信上帝 只有敬拜上帝呢 才能敬天國 那裡面所有這些 形容的大同事件 就是《孔子》的禮遇 而不是其中其理論 就是《孔子》的禮遇 形容的很像 但實際上用的概念 比如說武功 用的是少名字的 那你用的是 小不想共和 完全內功是不對的 那根據這個理念呢 馮雲山就在1851年9月 降臨了拜上帝教 他同年後半年就變成了太平天國 太平天國在1853年 貢獻南京定爲首都之後 弘秀全就自己開始了 法會他已經懂得這些 經教宗教信息的想像 他說主耶穌說 那個重點男子 那個在印象當中 那個重點男子就是主耶穌 他說主耶穌曾經在聖經裡面 一年三日之內要重建聖經 主耶穌說過些句話 他跟洪秀全有什麼關係 洪秀全三點水 對吧 三點水 能建立一個共同的世界 哈哈哈哈 怎麼瞎扯呢 但在建國的同一年呢 出了一個新的東西 叫做天朝天武制度 我們小學中學都學過 那時候考上去考幾個 就是這個天朝天武做了 我們記得它到底是什麼 這個天朝天武制度呢 這新的很多的農民 從加壓到太平軍當中 那就干涉很興旺的一個農民戰爭 今天發生的一些事情呢 如果你們不熟悉的話 其實中國拍的聯繫劇也蠻多的 你們自己看電的聯繫劇去補 那我講故事講到現在 講這個歷史事件講到現在 你們笑了好幾次 你們之所以笑了自己才好 是因為你們不覺得這個敗上帝教 是我們教課裡的一個部分 不覺得嗎 你要是真的覺得的話 我們就在這 英國革命撕下來 但是當看人數的增長 太空軍在這十到二十年 整個中國打得方便的戰爭 如果不是楊佑晴秋風 自己收接人不在說的話 楊佑晴能把北京打 當看人數的增長 這個外上帝教的增長規模 吸引人數的吸引人數 然後轉過來說 我們今天 去年其實我來參加最大的一個印象 就是好幾個上來做見證 說當年侯牧師怎麼在這場 就跟他們去傳飛 對不對 很辛苦 比方大太陽去追這些人 然後傳人還竟然遭白雲 紅色還是氣而不小的去傳飛 所以才有今天這樣子 好 我們今天帶傳飛 還是這樣的方法 我們辛辛苦苦的 把這個 就約怎麼預言 心約怎麼應驗 把這個神美妙的救出計劃 講清楚以後 笑死了 我們幾年了 還沒有開軍軍的一個小編隊大 人家為什麼能幹這麼大 我們為什麼能坐這麼小 我們在哪兒跟他們比不上 一個是這個 二一個是 太平天國敵法會的天朝鐵 你知道嗎 解決實境問題 對吧 解決吃飯問題 但很實用 我們經常出去傳飛 可我國經常跟人家講 耶穌是救主 你都不信你救 你天堂能見 他還是會問 那你這個主意的書文 能治我這個病嗎 你的主意的書文 能管我這個夫妻的關係 我這個孩子不聽話 五千年得久 我孩子能變乖 大家會懂我什麼 實際的問題 對不對 在這個時代當中 其實我們把科技先拋在一邊 我們一直守候在一個蠻實用的時代 大家會用一個實用來衡量這個信息的對錯 我去年回科技的時候 我去年回科技的時候 去年回科技的時候 因為科技不經常期待 我只在首都經常被人圍攻 我是穿飛 然後被人說這個小伙子 大過年的耀元活動 我們中國 經營義務教育班也培養大 我們學建設中國的東西 我來建設國小房 還在大過年的手都經常耀元活動 欺騙人民 你用這種錯誤的靈性思想 來又老卸人 那我就跟他們慢慢變 背後面其實大概聽到 就是我們傳來的東西 在這個時代已經不使用了 我們跟他們講清楚 拿撒的耶穌是救的 對我也是這麼好處 所以我們還說 對我也是這麼好處 那我們就要看 聖經當中有沒有 沒解決實際問題 但是成功讓人傳福音的案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約翰福音的第四章 還是我們來看 還是我們來看 什麼樣的反轉的聖經 我們來看一下 約翰福音第四章呢 前半部分講了一個 也是大家很熟的故事 是耶穌跟撒瑪利亞夫人 常追的故事對不對 信主超過一年的應該都聽過這個故事 所以有多少人很熟悉的故事 好 剛才請首先 弟兄姐妹呢 我來問你們 請問在這個故事結束的時候 撒瑪利亞夫人有沒有得到她想要的佛水 聽音主話 她要的佛水 她要的佛水 沒有 她的實際問題沒被解決 故事結束之後 撒瑪利亞夫人有沒有出去傳福音 有了 為什麼 我們來看中間的過程 跳遠 發生了什麼事情 撒瑪利亞夫人有一個實際的要求 有一個實際的需求 她在故事結束的時候 並沒有得到她想要的實際的幫助 但是 她是創生的 那因為現在很熟悉的故事 使我們更多去注重一些細節 我們現在看第四節 經文是怎麼說的 必須經過撒瑪利亞 誰必須經過撒瑪利亞 耶穌必須經過撒瑪利亞 去哪裡 去家裡 我們如果在教會足夠長的時間 應該都會有這個身經背景 猶太人是不經過撒瑪利亞 對嗎 因為在教會當中告訴我們說 在亞洲帝國滅了北國以色列之後 他有意識地讓一些外籍人 進入到撒瑪利亞的地區 讓他們和以色列人通關 那他們的宗教 他們的信仰就被玷污了 他們的血統也被玷污了 所以在很長一個時間段 對流太人來說 北國的撒瑪利亞這個地區的人 是信仰上不純潔的 是信仰上放在精靈罪 然後血路上是混雜的一個群體 所以在很多流氓當中 他們會選擇 離開163年之後 走到一個穿過月亮所 從東邊兜個圈子 多繞兩天左右的路程 然後在加勒利亞的時候 再穿過來 他們會繞過整個撒瑪利亞地區 避開這群不乾淨的人 不去跟他們混亂在一起 多走兩天 對我們今天來說 我不知道你們幹的是什麼 今天如果你們去買的好一點的登山前 買個什麼所謂門牌子 買個什麼東西 多走兩天其實也安慰 耶穌那個時代 穿了一個草 走那個石頭路 都走兩天是滿辛苦的 他們寧願做這樣大的一個努力 去避開這群不聖結 不配敬拜神的人 那猶太男人在傳統當中 會做兩個感恩祷告 第一個是 感謝神的他成為猶太人 成為神的子民 第二天讓他們成為猶太男人 因為聖經當中 每次記載人的時候 其實都只記載男人 沒記輪 你們都知道 五千個人吃飽 就是五千個男人吃飽 沒還米 三千人的信主 是三千個男人的信主 沒還米 所以在聖經當中 記人頭的時候 都是記於男人 所以猶太男人的男體 也特別強 但在很多相對極端的 猶太男人的概念當中 薩瑪迪亞人 本來就是學懂和純正 信仰和純正 那這個時候 還是一個語言 在很多猶太人當中 猶太 或者薩瑪迪亞婦人 是終生不配敬拜神的 聖經告訴我們說 耶穌必須來聽她 那請問 這個婦人 是不是品格特別好 在當地做了很多很多 敬為神的事情 以及耶穌必須來靠近她 來跟她見面 謝謝她 是不是 她品質特別好 我們說她不好 因為什麼 因為什麼你也好 我們說到後面 我們先聽話就說 我們看金融目前 能搞錯了什麼 在九月當中 婦人出來打水 什麼時候出來 大方是半晚出來 一百家什麼出來 垃圾什麼 你自己去看一看 半晚出來 大眾出來熱死你 還沒提供水 還沒提供水 就是自己熱死掉 好 那金融當中 他們一般是半晚出來 然後是一個人出來 還是一堆人出來 一堆人出來 一堆人出來 但他們幫不開那個石頭 這個三百家婦人 是中午一個人出來 為什麼 因為陳婦人 腳打擺根 對吧 所以有人說她閒話 他們想聽這個閒話 就找一個 大家都不會出來的時間 自己出來打水 冒著用大太陽曬的情況上面 出來打水 那我們先說這個是一個被人嫌棄的人 是一個在成員或在社區裡面 從一個社會問題的婦人 經文說 耶穌必須要來等他 好 那請問耶穌閒了沒事幹嗎 時間多啊 所以花點時間來等他 耶穌能夠忙 這段經文結束之後 耶穌去幹嘛 他去家裡幹嘛 這個時候就是看上下文 他去依這個大臣兒子 對不對 換句話說 耶穌正在走在一個去服侍的路上 他現在有很多繁重的服侍 他有沒有因為他要去服侍 就不去領一個迷失的地方 沒有對不對 我們這個時代 特別喜歡講蠻對不對 沒事情都要講蠻 不蠻我們自己覺得不重要 耶穌要把這些人安安安安安的 然後經常就是忽略那些 坐在雅各井旁邊 需要被人救的人 我們蠻多刷手機 蠻多發朋友圈 蠻多發 Instagram 蠻多做其他的事情 但我們沒有看到雅各井旁邊 有一個變得嫌棄的人 需要等待服侍的人 耶穌坐 耶穌沒有因為他很難 不去觀看他 他停下來 在大中午 沒人趕出來的時候 在雅各井旁邊 等一個被中人嫌棄的 撒瑪利亞夫人 雅各井旁邊 我們在遇見酒的時候 被雅各井 我們被主拯救的時候 會掩飾那個被人 嫌棄的撒瑪利亞夫人 然後就去改變我們 好了他們坐在井旁邊 有一段對話 這一段的話 我們稍微來讀一下 請弟兄姊妹看 第九節到第十五節 四三節到第十五節 我們還是 弟兄姊徒當初節 前面讀 三十節 撒瑪利亞夫人對她說 您既是你不太人 怎能向你和撒瑪利亞夫人 找水喝呢 原來你不太人 和撒瑪利亞人 沒有來往 耶穌回答說 您若知道神的恩賜 我對你說給我水喝的是誰 您必早求他 他也必早給了你多水 夫人說 我心想能為她 請求神 你從哪裡喝水呢 我們的祖宗兩個 將這井流給我們 他自己和兒子 並身處也都喝這井裡的水 難道你比他還大嗎 耶穌回答說 凡多這水的還要再做 人若和我所賜的水 就永遠不可 我所賜的水 要在那裡頭成為全員 只有道理一生 夫人說 謝謝 大廚師 隨時的美容 教育也不可 也沒有我來自為的大廚師 耶穌說 您是教的 贊助也大富人來 我們站去多大展 這樣就很清楚 這個對話就很清楚了 那我們在上一堂講到 途經的一個 比較容易解斷速度的是 去看不同的人群 把經文當中出現的人 先列到小百個上面看 他們彼此的對話 那這段經文其實是另外一個 途經的一個關鍵點 如果經常出現的單詞 應該就是一個關鍵詞 所以我們就要去訪 夫思想這個關鍵詞 在這個經文當中 它的意義是什麼 那剛才讀的第九月到第十五月 有個詞平常出現 水 水或者活水 對不對 那我一開始問的問題是 撒瑪利亞夫人有沒有得到 他想要的活水 換句話說 活水其實在這個地方 已經出現了兩種流通的理解 一個是撒瑪利亞 受人想要的活水 一個是耶穌受的活水 對吧 它是不同的事情 撒瑪利亞夫人想要的活水 是在中東那個地區 特別珍貴的 能夠供給身體 需要的 流動的 可以用的水 就這麼簡單 他要的這個水 耶穌要給的水 是什麼水 生命的水 生命的水 那是什麼意思啊 生命的活水 我們現在是 少看有新約和舊約 和單的耶穌經 撒瑪利亞夫人 如果她讀聖經的話 她那會兒只有舊約 對不對 她那會兒沒有新約 請問舊約當中 有沒有提到活水 有 有 有 直接提到活水 有經文說 因為我的百姓做了兩件惡事 就是離棄我這活水的泉源 為自己鑿出池子 是破裂或能存水的池子 那大概的意思是說 神為祂的子民 為跟隨祂的人 預備了屬靈的福分 好像結果活水一樣 但是呢 祂的子民沒有信號祂 沒有選擇神要賞自己 把祂自己自逃口水 自作聰明的 找了個漏水的池子 對不對 大概就這麼意思 整個經文 這幾件經文很淺淺一等 撒瑪利亞夫人 因為身體需要 所以想要可饮用的水 而耶穌說的是 屬靈一善的活水 是從神來的恩典 經文很簡單 道理很深刻 道理是什麼 一個迷失的靈魂 只會注重物質上的事情 或是我在善行 一定要講 物質問題 神學問題 還是社會問題 因為很多很多時候 你如果不是在宇宙裡面 有非常精密的關係 不是從整個眼睛來看 師公會來看人的話 看問題是最自然的表現 關注物質上的需要 是最自然人的表現 但是撒瑪利亞夫人 會覺得渴 因為她身體還活著 她如果還活著 一定會渴 一定會渴 為什麼撒瑪利亞夫人 沒有渴 蜀靈的糧食 或者蜀靈生命的死 或者蜂靈光明 知道她是蜂靈光明 所以她沒有蜀靈上的需要 為什麼讀經禱告的時候 有些人就會一讀經就 打下去了 因為你煮的那個東西 就你的靈靈來說 不是麻婆豆腐 不是八寶飯 不是火鍋 你身體為什麼會需要這些東西 就是你身體還活著 你身體是健康的 需要這些營養 來幫助你的身體去活下去 你肉體就是需要 因此你去尋找這個問題 你屬於生命 你如果是蜂靈的 你屬於生命 自然就沒有這種需要 因此在獨生話語 在接受屬於的這些功能的時候 你自然而然覺得沒必要 因此就放光了 好 這個經文就告訴我們 一個淋濕的靈魂 只會關注物質上的需要 而不是靈體上的需要 你曾經小時候 你跟我講一個預言 我到現在還記得 說是沙漠當中 兩個人去 他自己在上面走得非常干涸 半天看到一個泉源 然後其中一個人是不太有錢的 就拿出他純金的杯子 來接水 然後就喝 另外一個人呢 非常大的窮 比如說金杯子 銀杯子都沒有 銅杯子都沒有 杯子都沒有 他就用他的沾手去接水 然後就喝 那因為這個窮人是用髒手接水 他就特別羨慕這個 用金杯子接水的人 然後自己就覺得很羞愧 不好和他幹在一起 這預言故障教我們什麼 真正重要的是水 還是接水的器具 水 能夠讓他們活下去的是水 對不對 是從神來的那個恩典 是那個大自然能提供的東西 而不是接水的這個東西 而我們這個時代 這個食用主的時代 幫助人去關注的是那個 接水的器具 你是用金杯子去接 還是用銀杯子去接 還是用髒手去接 而忘記了提供水的那位神才是最重要的 水才是能夠讓你活下去 你用什麼接 是無所謂的 對不對 沒有實際的太大的東西 但是這個食用主義呢 的確是在太平天過是這樣子 在今天還是這樣子 我01年到美國 到04年離開 美國華安教會有兩次 如果按照人數上來說 兩次大復興 那兩次 01年911事變之後 哇 教訓你們這麼忙的 有點看當年三次教訓那樣 零里娃娃穿起來 大家都怕這個 下次恐怖心機打到他 都來到教堂面求平安 然後 後來發現我們分子打不過來了 02年就恢復正常 下次復興什麼時候來 08年 經濟危機之前 很多公司開始裁員 哇 教會一下子做的嘛 然後 教會 為人能夠讓大家聚會 買了好幾個椅子 多家地區 後來09年 過去沒有了 10年 大家都在物質需要的時候 出現物質問題 生活問題的時候 來到教堂面 問題是 我們經常會說 我們先天聚會 是因為主在那天復活 對不對 然後 主耶穌為我們受死 然後我們救主 他的過程是 親自道征要生 定十架 那我們在德國 或者在歐洲的教堂 經常會看到 那傳統當中 會說 聖法恩西斯 這個 很偉大的修士 是 唯一都有 五個聖人的人 他在教堂當中 能求神 讓他經歷到主耶穌受難時候的那個空洞 然後 然後 手上痛得動 腳上痛得動 腰大也痛得動 我講這個事情幹嘛 我們既然會看見 十字架是定在這個地方 那其實我們 正常都知道 肯定不是定在這個地方 它是掛在你頭上 當時的羅馬獸行 不是讓你就疼死 不是讓你流血流死 它是讓你疼死掉 所以它的釘子是定在大股頭上面 你定在這裡 你自己摸下你的口頭 你手上的股頭 你能撐住身體重量嗎 你這個貓也撐住 七十公斤的 這肯定撐住 所以它肯定要掛在這個重的骨頭上面 那它怎麼讓獸行人死 你這個傳氣掛著 你都喘不過起來 對吧 所以你要傳氣的時候 你要用腳 撐這個釘子把它撐上去 然後你就呼吸一下 呼吸一下你腳就很疼 因為釘子在腳上不太滑 你疼得受難 你就掛了下來 那什麼呢 你開始痛 然後有呼吸的話 你都來回來回這麼撐死 就這麼累死掉 我想 我想那麼血清幹嘛 我們經常說 人來到教會裡面 想找實用的解決方法 然後我們說 我們經常要紀念 這位宇宙的君王 我們穿造天地萬物的主 為我們受死 為我們復活 我們的信息 我們的救助 為我們擺善祂的生命 為了解決我們實際問題 我們的信仰有那麼健碩 我們的主 穿造 一個滅化指頭的那個東西 穿造這麼大一個宇宙 所有宇宙有命力救命的機會 主 為我們這樣狠死 只是解決 夫妻衝突問題 只是解決 餐館放開的問題 只是解決 就業問題 我們的信仰有那麼弄嗎 我們的信仰有那麼弄嗎 對不對 所以我們再去想 為什麼 一定要實用才行 是因為像太平天國這樣子的案例 經常正面反面都會提醒我們 如果我們不接提起 如果我們不解決問題 就沒有人來 而解決問題的那些人 怎麼能吸引到人 我們看到太平軍為什麼在天的時候 信了這麼這麼多人 在太平軍建立之前呢 中國黨內第一次搭敗戰部隊 雅片戰爭 雅片戰爭之後要賠款 雅片戰爭之後要賠款 雅片戰爭的款項 是後來這個 香港這個大父母 是開頭的那樣 他付了雅片戰爭的銀子 其他雅片戰爭的銀子 就落到中國農民的身上 不停地澆水 那在雅片戰爭之後 中國連續出現了水災 災災災和防災 農民種田不出東西 那稅收還不能再增高 因此在1842年到1850年 大年年間 在清政府統治下面 中國可使的農民企業 110起 甚至更多 因此它一定可以增高 因為那個時候 有什麽一個實際的需要 而這個拜上帝教 而這個派平天國 是解決他們實際問題 是能夠藉著 上帝的名義 來解決人民 虎口問題 因此那麽多人就來了 因為這個緣故呢 我們經常就會在今天這個時代 也採用類似的方法 雖然我們不會去棄 但我們聽他們說 你清楚吧 新聞主 你們家這個老公 你還喜歡打麻將 你還不會打 你清楚吧 你這個 現在不知道 能不能留在德國辦公室 有新聞主 你們多上宣傳稿 什麼都聽你們 難說你們就沒辦法 有沒有這種見證 我從小出生在教會裏面 這樣的擺力推銷產品的見證 聽多了我們在想 這是很大的問題 那我自己在教教會的時候 我就發現 教會歷史其實因為 給我們一個廣度 可能讓我們看教會的發展 就發現這樣的信心 實際上今天的教會 越來越像社團 越來越像同鄉會 越來越不像教會的一個重要理由 在兩個世紀前 這個信息 越來越有意識和無意識當中 越來越明顯地出現在教會當中 就是把耶穌是主和耶穌是救主 把它區分開 不知道有沒有跟你們講過 耶穌是主 就是大家希望來到教會裡面 得到救主提供的各種好處 我要平安 要喜樂 要福禄獸 對吧 活著主 能夠長長的享福 最好子孫滿堂 我還是順便去做個關 那跟佛教裡面求的那個東西去 那跟其他宗教的 拜的也都不去 因為你在追求這個東西 但我們主肯定會是賞賞 我們是用民主 我們不否能去聽 問題是 你如果有意識地把耶穌是救主 和耶穌是主分開的話 就很可怕 耶穌是主什麼意思 你生命當中的每一件事情 直的主權都交給主 才叫耶穌是主 你如果把它分開 你只要耶穌做你的救主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不出 那不叫信仰 那叫變形 我們一直在說 變形不要變質 船的方式要變 但實質不要變 但如果你把耶穌是救主 和耶穌是主 為了寧和實在的需要 而做區分 然後分開來講的話 實質就變了 大家說我們很敬佩的 這些宣告師說過 你如果 但耶穌不是每一件事情的主 祂就根本不是主 你有意識地保留一些東西 有意識地讓耶穌 在一些生活的領域當中 過來做絕對的主的話 我們還是自己在做主 所以我們看到 不管是太平天國的提醒 還經濟論 推銷信仰的這種方法 的這種提醒 都告訴我們 信仰上解決的 或者說真正的故事 絕對不是故事上的東西 或是社會上的東西 不是故事上的東西 好 我們接著來看經文 我們看到撒瑪利亞婦人 不知道佛神的意義 他知道他真正的需要 耶穌很快也就意識到這個事情 或者經文也就很快意識到這個事情 我小時候在讀經的時候 我不是很懂經文 其實三端四端我就不能沒讀 第三端的時候 耶穌跟牛哥提名談話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經常是各單一各的 風滿一各的聲音 這個地方我一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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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還在講佛水 後面能把政府承認嗎 這個雲街跳得太快了 後來讀神學院呢 老師就幫我能夠等中間的一些練習 耶穌意識到他在属灵上面的昏暗 甚至是迷失的狀態 他用這個方法來 讓他自己 讓撒瑪利亞婦自己也意識到 自己属灵上面的昏暗和需要 所以耶穌就跟他說 請你把你丈夫叫過來 撒瑪利亞婦就說 沒有丈夫 然後耶穌就說 好 對不起 沒有做好課題的預備 你必須沒有丈夫 撒瑪利亞婦就覺得 哇 這關過了 然後耶穌就說 你現在以為他不是你丈夫 直接就把他在生活上的混亂和迷失 和醉結合的果子 把它沈浸在面前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 被當眾指出錯誤的時候 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但我自己看了三種 比較常見的 第一種呢 目中無人 心中無神 自己該怎麼過就怎麼過 管理我們說 對吧 這個人不算少 第二種呢 後面的地上裡頭縫不鑽下去 這是我兒輩的風格 很羞愧 羞愧難感 舊的人越來越少 第三種人是最多的 打太極拳 用各種各樣的問題來轉移化 那薩瓦利亞說什麼禁聞呢 你看一下這個禁聞的轉變 一開始談佛水 然後耶穌注意到他在講的是物質的水 而不是屬靈的活水呢 希望他提醒他看到自己生命的混亂 然後講到丈夫的事情 然後暴露他的這個罪行之後呢 然後薩瓦利亞突然馬上就問 有一個宗教或者神學問題 他就問 你們優太人說要在耶穌漢敬拜 我們說呢要在紀律信山敬拜 我們如果可以穿越時光回去的話 剛好在那個時候經過他們的話 我會發現薩瓦利亞風很好學 對不對 看到一個優太人馬上就存進一個長期困著他的神學問題 他馬上盡錢的 也許是坐在雅各警察院一台走 就可以看到紀律信山 所以他順活著夢的結果 但我們其實認真會發現 在生命當中這些會出問題的人 如果他打胎子權 經常打胎子權 其實就是他願意在自己生命暴露在生命前 願意暴露在生命前 他那些人能腳腳 因為願意暴露 不要被對 我和我太太今天喜歡在西班牙的北邊的朝廳 就 純粹是 讓自己有安靜下來時間去墨想神的話 那因為他在海邊 今天可以看到海邊那些大的石頭 比較靠岸基本的這些石頭 因為沒有被海岸衝擊過 還是四四方範 有能有腳 經常被生活歷練過的人 就有光滑 神樣的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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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圍你 然後被他曾經刁造 合乎神經的聖明 你如果被人包圍 你如果總算把太子權 再推你一手的話 那還是這樣子 對不對 那他自己 我們再來分析進來 他自己 在耶穌揭露他的 屬靈蜂暖的時候 問了一個 看起來好像很漂亮的 宗教神訓問題 希望就可以推過去 問題就是 他不問這個問題還好 一問這個問題呢 更暴露穿 他屬於生命的紛亂和儀式 我们参加生日聚会的时候 我们都会知道 生日聚会不可缺的一些因素 生日蛋糕 对吧 生日大烛 有人唱歌 如果是金星王后的话 还有关灯 青黄友聚在一起 还缺什么 主人 如果没受信的话 没有受信的话 有了那么多的宗教仪式 或者有了那么多的表现形式 他还不叫一个生日王后 对不对 你要有人过生日的人再长 那他要生日王后 什么叫好的敬拜 有人弹吉他 有人唱歌 有人弹琴 都不错 是双方敬拜 对 如果没有在敬拜神 那叫表演 对吧 你能不知道你敬拜的对象是谁 你这些动作就叫表演 那撒玛利亚夫人问的问题是 请问 是在耶路撒冷敬拜好 还是在基地新山敬拜好 站到他面前的是谁 是主耶稣吗 唯一值得敬拜的是谁 是主耶稣吗 唯一值得敬拜的主耶稣 站到他面前 他要问 我是该自己跑到耶路撒冷去呢 还是去这个新山去呢 他如果连敬拜的对象都不知道是谁的话 敬拜地点知道有什么 敬拜模式知道有什么 如果你的信仰的聚焦点都没有对好的话 你讲那么多的宗教问题 神学问题 社会问题 有什么问题 对不对 所以主耶稣很快意识到这个事情 那你就接下来去回答 但回答之前呢 我再回过头来讲一下洪语去 先讲一下我给他拆过 洪语去 但我们为什么会说他变形又变质 有了宗教的形式 没有了宗教的形式 没有了 有了信仰的表现形式 没有了信仰的修讯 他除了自己改名字之外 都不过他这个红字起这个新的解释之外 他在 接受信仰之后呢 他原来的名字其实不叫秀群 他原来的名字叫火秀 起火的火秀 那那个时候呢 他初见的这些宣耀是 在讲究的时候呢 讲究的那个名字 神的名字叫什么 耶和华 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叫做 爷 爷的爷 他的这个火 然后中华的华 所以后来避开这个烟火华的这个名字 他把他的原来那种火秀的名字叫做 秀群 红秀群的名字 那他懂了这个 神的名字的表现方法 完全不知道这个神真的要是什么东西 那他建立了一个开平天国之后 在五九年设立了一些宗教节日或者宗教仪式 真月十三号叫做太兄升天日 这个决策升天日 二月初啊 叫做报爷节 爷爷就是厉害 报爷节 向神来报爷节 向神来感恩 二月二十一号是太兄登基日 三月三号是爷将日 神站上来 那正在玄的身上 正在杨秀群的身上 所以杨秀群是八千岁 九千岁 他不是一个圣灵附体的那个人 然后九月九号是哥降着 就是上帝降下来 正在萧朝会的身上 受以这个神的指引 那他自己完全是根据自己的中国文化 来理解基督教信仰 来理解真理的启示 所以他听到我们传选三位一体的神 他就觉得像有天父母 有这个圣子 那一定要有天妈和天坊 所以 的确的 那他自己为了孝凡 自己要取一大堆的 跟着他的天兄 觉得是天丘的天嫂 他自己要取一大堆的这个妾 所以他有了八十多张 然后其他人也跟着他就学 因为大家都是按照中国的这种家庭观念来理解 所以 有了反正宗教节日 有了反正敬拜三位一体的这个 这种怪物怪的形式 他到现在还有一点点嫌弃的 他不是我们教的 是因为他有的行 没有决定 他有了敬拜的样子 该有的其实大家都有 在太平军早年的时候 每次出兵打仗的时候 他们都会有一个敬拜的事 那种精神话说 会有个奋心会 都会讲到 鼓励他们 然后一定会背十诫 他们也都会去背 就当看别外在本地临时 看起来好像是 那个时候也有一些国外来说 老师真的被他们就骗了 也真的以为这是神兴起 因为在太平军出现之前 国外宣教师在中国传飞 的确就很难 突然间中国有这么多人会赶 加上了大善临教 很多当时的宣教师是做感恩祷告的 因为这个外来形式实在是太小 这个问题我们知道 主耶稣的回答在两天连天是这样的 今天也是这样子 真正半復了 用心灵和神识来拜他 或者是通过行事来拜 或者是通过宗教理事 宗教礼仪来拜 所以主耶稣在这样回答撒玛利亚福音 在他婚里的谈话之后呢 撒玛利亚福音 整个对基督的论识就变了 我们还记得刚才说 平地紧张 虾子对耶稣的认识是一步一步 对不对 撒玛利亚福音也是一步一步 一开始他呢 我们这是一个口刚学造的犹太男人 不应该跟他讲话 但是向他要神 到后面呢 说到比不上他的先祖雅各 再往后面呢 到了先生会不会 到了最后最后呢 他可能意识到我们这个人是基督 所以当他意识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再看第二十八节看一下这个戏 二十八节经文这么说 妇人放下他的水罐 回到城里告诉人们 请问他回到城里面 有没有跟他城里面的同乡说 我终于找到一个解决神学问题了 他有那么说 这个困扰我们多年的宗教问题 这个紧张问题现在终于有什么解决了 没有嘛 他回去的时候 没有说任何问题得到解决 对不对 他在这个时候有没有打到水 没有 他实际生活的需要 我们其实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打水 就像他打到那里喝 就算他喝了 他把他的水罐放下来 水罐是能够解决他真的实际物质问题的东西 他把他放下来 然后他回去告诉别人 回去告诉别人 记得对象 他告诉对象是谁 说中午 是那些笑话的人 对不对 是那些他愿意在中午大太阳下面 主动向你躲开的人 然后回去跟他们说的 不是说问题的那些 是说既别人知道 我过去做的所有的事情 什么事情 这是一些变成脚耳根的事情 这是一些见过的人的事情 他愿意把它敞开 所以我们大家看 服饰的焦点 或者真的服饰带出来的不是解决问题 撒帮亚分在整个过程当中他的问题 他实际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那他这个时候或是有生命上的转变 是因为他在宙里面和旧主常常成绩 在故事开始的时候 这是一个口干舌燥 需要来满足用水来满足 他暂时生命需要的一个撒帮亚夫人 一个被重点嫌弃的人 在故事结束的时候 他完全不在意他能够打到水 他也不在意以后能不能有血管从井里面打水 因为他碰到了 创造天地万物的主 在故事开始中间的时候 他拼命遮掩自己的污秽 拼命用宗教问题 宗教的这些仪式来打岔 到故事结束的时候 他完全不再会暴露自己的污秽 完全不再会暴露自己的污秽 因为他被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的爱征服 他是被爱征服 或是被问题解决掉 我们经常在服事的时候 我们经常要记得这些故事 记得这些不管是太平君的故事 还有撒玛利亚的故事 我们知道一个真正能够带出 改变生命果效的服事和传言福利的 是把人带到神面前 带到救主和主面前 同时是救主也是主面前 让他经历到神的更新 经历到神的供应 他的生命一定都会传承转变 那我们经常在交易历史上 也不是规定来讲 我们就超越圣经一点点 在约翰文第四章这个地方 我们很明显地看到撒玛利亚夫人 他心里产生了转变 他回去穿飞 然后带领那个城里面的人 也开始接触福利 对不对 然后圣经就没有再记载这个部分 这样的历史 在约翰文第七十年的时候 约翰文第四章被毁掉 被提洛战争毁掉 那七十五年的时候 当地有很多的记载 到后面在约翰富的犹太战争时里面记载 在撒玛利亚这个地区有很多很多的信徒 在记载当中 这个不会被神的子民 不会被永远经过的地方 在七十五年时候 有很多很多的信徒在进白神 总之从哪儿 从这个地方开始 从我们主约翰在大太阳墙里面 去等待一个需要拯救的灵魂 然后把它带到神里面 来经营生命的改变 然后我们再回头来说 太平军没有解决中国真正属灵的需要 没有给中国带来真正属灵生命的转变 但是在1854年 在太平军和仙军的正负方 他们打仗了这个炮火战争 在上海有一个学校是登陆 他一登陆呢 就炸弹就炸弹在身边 所以就见面里来换用他 这个学校是谁 所以我们今天都非常非常熟悉 是在戴德森 戴德森是在太平军和仙军的战法当中 来到中国的 他实际解决过好中国的实际问题 他有没有解决你重体谋 有没有解决你善学的问题 但戴德森留他的属灵生命上面的更新 到今天我们一起 我们还可以感受得到 而太平军在六四年被贡献之后 就到历史团中就消失了 南京被打了之后 有多少外山地教的信徒 他在外山地 而戴德森在那个炮火当中 带来属灵生命的转变 把另外一个真的需要的 救人的主待到中国人面前的时候 这个国家的命令也就被改掉 那么有点文文 戴德森能够南京当中有这么短的一个分享 由我们时代时代时代的变化来过来当中 在做了不管是一个年纪段里 我们其实都在我们自己有服事的感觉上 我们在自己的家庭当中 扮演很重要的属灵的带领的角色 我们在这个宽级的欧洲 承担了开拓的福音的需工 我们经常会说 欧洲有四百万的华人 然后只有不到两百个全国传导人 但我们经常会忘记 另外一个大陆 在非洲也有四百万的华人 然后是更少的传导人 我们能够居在这个地方 当安静地学习 安静地来聆听神的话语 实在是非常大的多福分 但是想想还有很多 不单是同胞 很多的人还在 还在像撒玛雅夫人那样 在我们的神当中 还有像那些生来 就像你们在属灵当中 在增长的人需要救助 真正的大方的圣灵当中 如果你们有神的感动 如果你们有神的带领 希望你们正式享用 这个时代需要太多 更多更多的他们 起来来传承神的怀 如果你们有全职的护装 你们就在家里面 在公共网站上面 做好该做 请来献证神 用这个言行平止来荣耀神 时时来到族面前 来到历史的族面前 来求主使用的这批人 如果我们这批人 在这个时代 没有回应神的护装 下面我们不知道怎么走 因为穆斯林的宣教 简单粗暴 特别有效 一家生七八个 我传一辈子的福音 我能传七八个 还有家长七八个 法国已经快评了我们 然后台湾前部主 已经通过重新的 我们怎么办 我们今天好像述手无策 好像是堂安贷车 但是今天的信息 和去年我们来的 当中的信息 我们再次被提醒 只要有一两根人主 安静在神面前 被神使用 在打包当中维生下去 神可以带起一个 更新时代的运动 你们今天 比如说下午的时候 可能还有一个自由时间 你们就再去看看 这个进城运动 产生的这个地方 想一想请俊阳的讲解 两个人 会在那边离开祷告 带起了十九世纪的 宣教王进世纪 带着神世纪不是读不出来的 马蜜蜜汤不是读不出来的 我们可能在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现在看不到神使用我们所做的事工的果项 但是如果我们这个时代 不维生下去做厥子的话 那个灰墓是拉不起来的 任何的建筑物或是地基打 就没有希望 我们是这个时代的地基 我们是这个时代的厥子 你不扎根 你不拉稳 你不坚定在什么话语上面 你不全心伪生下去 那真的就只能讲讲历史 求主使用每一个在座的最后建议 真的是在你们各自的岛面上成为精神台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实在是现场感谢和颂赞 我们实在是像撒玛利亚夫人 像因为生来下来的人 在我们生命当中被主人来遇见 被主人来改变和翻转 求主你帮助我们在遇见你之后 能够全心地委身在你面前 为了你的国度 为了你的名的荣耀 求主你使用这样背后的瓦器 求主你把宝贵的话语换到我们生命当中 也就能在各个地方 能够给做来非常令人带来亮光 求主你关照我们这个时代 也使用在座的弟兄姐妹 求主你私福 洪文师私福 所有在这里面服侍主你的这些教会的领袖 求你奉心他们 也兼顾他们的施工 帮助我们在这个时间里面 这个周五里面 再次被主人的话语来谈完 愿主在我们生命当中 做救主也做主 我们再来祷告祈求 奉号学书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们